大家好,我们很多花友在扦插卸掌蓝的时候都会选择用制湿或者是合纱蓝的扦插 那么扦插成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移栽到这个营养桶里面 但是呢,很多花友会发现了在移栽之后呢,这个卸掌蓝的成活率特别的低 那么想要提高这个移栽卸掌蓝的一个成活率,我们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移栽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它的生长旺季来进行 也就是春秋两季,这个时候呢,温度比较合适,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 扦插移栽之后呢,它扶盆速度会更快,而且更容易恢复生长 第二个呢,就是在移栽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缓描工作 怎么缓描呢?缓描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移栽之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环境非常的好 然后给它一点适当的闪色光照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强光直射,如果强光直射,它还没有扶盆生根 那么植株的话呢,会湿水严重,然后导致这个叶片呢,全部枯萎,萎粘 而且在缓描这个期间呢,盆土一定不要过多的浇水 我们呢,大概就是少浇水,多喷雾就可以了 保证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湿度环境 这样它更容易浮盆,恢复生长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想让它恢复生长速度快 让它能够更快的浮盆,我们可以在给它喷雾或者浇水的时候呢,给它加上一点这个101生长活力素 这个生长活力素呢,它可以让植株长出更多的这个新根出来 而且呢,可以让它更快的浮盆 那这件事呢,它可以打破植株的江苗,可以让植株啊,恢复一个快速的生长 那么我们将这个HP101呢,稀释1000倍左右 然后呢,在浇水或者喷雾的时候呢,适当的加上一点 这样的话呢,激发了植株的一个生长活力 那么它长新跟浮盆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很快呢,就能够开始恢复一个旺盛的长势 等到恢复长势之后呢,我们再来稀释3000倍 然后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101活力素被誉为是植物界的神仙水 所以呢,是特别适合促进植株一个快速生长的 等到它浮盆呢,开始恢复生长呢 我们再来给它慢慢的增加光照 然后慢慢恢复一个正常的水肥管理 很快这个移栽之后的蟹爪蓝呢 就能够恢复一个旺盛的长势,长成一株状苗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在扦插的时候呢 用上一些营养土来扦插 那么这样后期呢,我们就不用移栽这么麻烦了 好啦,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蟹爪蓝 移栽成活的三个关键要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